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VUE3的视频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感谢一下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VEIF控制显示条件 在咱们VUE当中 VUE2当中和3当中是一样的 它都给咱们提供了这么一个VEIF的指令 来控制咱们是否显示咱们页面中的某些个内容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其实就这么一个应用VEIF指令控制元素的显示 代码的内容不是很难 咱们马上开始进入实战演习的部分 咱们这个代码部分 咱们先看下面 这个地方我定义了整个的一个应用程序的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 咱们只有一个数据提供的部分 这个数据提供部分 我只返回了一个布尔形SIN 好吧 OK 然后下面呢 是把咱们这个应用程序绑定到咱们页面中的一个ID tag上去 好吧 然后呢 我在这个页面当中 页面显示内容当中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我定义了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呢 有一个VON的click事件 这个事件里面干了个什么事 我是把咱们的这个数据SIN 取个反 大家请看 我这是不是有一个惊叹号 对 取反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这个值是TRE的时候 我点击这个按钮 它会变成FALSE 当这个值是FALSE的时候 我点击这个按钮 它会变成TRE 这样达到呢 切换显示的效果 对吧 那么下面大家请看 这是今天的主角 我使用这个VE 让这个VE等于这个SIN 就是如果这个SIN是真的时候 才会打印出来这句话 能看见我吗 如果是FALSE的时候 根本就不会打印 好不好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 我给你演示一下 VE的使用方法 马上开始了 拷贝 然后大家还是用我这个标准模板 引用了最新的VOE 同时引用了Budelstrap 5 好不好 Let's go 存盘 然后呢 我这开了一个窗口 大家请看 今天是第六课 我访问就是 第06啊 然后这是index 这是刚刚咱们见出来的这个index 简单看一下 好 提供起来 大家请看 这个是咱演示的画面 我这有个按钮 对吧 目前咱们看到的这个直 SIN 它呀 是一个true 对吧 这个我以后再给你演示 但我点 因为是这样啊 咱们一般在VOE当中的调试啊 一般都是使用这个VOE的这个插件啊 这个插件 对吧 这个插件现在因为它还是beta版 所以说呢 非常的不稳定 我呢 展示不用 以前咱们用这个 这个VOE2开发时候了 这个调试工具非常的好嘛 对吧 咱们每一个值都能看到 每个竖形都能看到 包括咱重量管理都能够看到 但是因为是三线上 这个beta版 所以说有好多问题啊 我就不答它再给你演示了 那咱们干什么 咱们看 我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这个值是否消失 如果消失的话 就说明咱们这个SIN设成了FALSE 这个FALSE设成这个SIN的跟踪 其实用它可以看到 但是现在因为它有bug 看不到 那没关系 咱就试下咱们页面效果吧 好不好 好 那咱们开始了 点击注意看 消失了吧 再点击又打开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页面代码的部分 注意看 它消失并不仅仅说是这个DFV设成不可见 而是说这个DFV本身在咱们这个页面Doom树中 就不存在 再试一下 注意看 这个DFV它会消失 大家请看 在咱们的Doom树中 这个DFV根本就不存在了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动态Doom树的概念 其实这个React也是一样的效果 再看 这就出来了吧 这个地方 下面Doom树又消失了 对吧 这个就是能动态调整 显示一些个内容的效果 难道不是吗 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OK 以上今天就是我今天给您介绍的所有的内容了 真的不是很难 我今后会针对V3的每一期 咱们就做一个知识点 帮您理解每一个细节 好不好 OK 这就是我大概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我今天代码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您下载在本地跑一下吧 然后如果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希望您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点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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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